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足以平安 这几天你们过得还好吗 这几天待在家里的时间过得怎么样呢 我们都知道从3月18日一直到3月31日 马来西亚实施了行动管制令 行动管制令 也就是说在这14天之内呢 我们都需要待在家里 除非需要购买食物 或者是寻求医疗的帮助 或者是进行法令下所允许的基本需要的活动 不然的话都不可以踏出家门 都要乖乖的待在家里 为什么会有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因为在这段时间 马来西亚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马来西亚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这个威胁 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那就是新冠肺炎的威胁 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 在这个在全球呢 有好多的国家也面临了新冠肺炎的威胁 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说了 世界卫生组组织已经把新冠肺炎定为 全球流行病 也就是说新冠肺炎已经是全世界全球的威胁了 亲爱的朋友啊 这就是为什么 马来西亚政府要实施行动管制法令 马来西亚政府在疫情的第三波爆发的初期 就单机立断 立刻采取行动管制令 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人民 要保护国家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教会也遵守了马来西亚政府 所定下的行为管制令 所实施的行为管制令 也就是在这14天里面 我们教会所有的活动都暂停了 也包括主日崇拜 但是感谢神因为有科技 科技让我们还可以继续透过网站 透过线上来崇拜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今天我就是从我自己的家里面 来跟大家传讲上帝的话语 从自己的住家 不需要踏出家门 也不需要到教会 在自己的住家里 都可以透过歌 透过科技 来跟大家宣讲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就是风暴中的平静 风暴中的平静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在风暴中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平静呢 在你的生命当中 您现在是不是有面临什么样的风暴呢 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所面临的风暴 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不但会影响 会危害到人民的健康 它也一样的会影响 危害到我们的经济啊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 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风暴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风暴 新冠疫情的风暴 以及经济上的影响 经济上的疲软 经济上的舒缓 经济上的慢下来 这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风暴 亲爱的朋友啊 这是不是您也 这是不是也是您正在面临的风暴呢 这是不是您也正在面临的问题呢 因为新冠疫情经济受到影响 或者是因为曾经接触过 确诊的病人 确诊的病人 所以你开始有一些担心 很担心这个疫情 这个疾病会不会感染到你 这个可能是您现在所面临的风暴啊 亲爱的朋友啊 不管您面临的风暴是什么 今天神的话语要告诉你 在风暴当中 您可以有平安 在风暴当中 您还是可以平静下来 在风暴当中 您还是能够去胜过 您所遇到的风暴 亲爱的朋友啊 这段经文 我们要看的经文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您不但可以胜过 您所遇到的风暴 而且是在安静中 在平静中 您也可以胜过 您所面临的风暴 我们要看的经文呢 是在诗篇第46篇 诗篇第46篇 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 并不陌生 特别是第46篇的第10节 我们更加的熟悉 诗篇第46篇的第10节 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必在外邦中被遵从 在遍地上也被遵从 亲爱的朋友啊 这句话是天父上帝对我们说的 天父上帝对我们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必在外邦中被遵从 在遍地上也被遵从 亲爱的朋友啊 天父上帝 接着这节经节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在风暴中 我们要休息 在风暴中 我们要休息 要知道 他是上帝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什么是在风暴中要休息呢 什么是休息呢 我们要来看 休息这个字 休息这个字呢 在原文里面是 Rapha Rapha 原文 旧约的原文 圣经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新约 一个是旧约 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 所以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 然后旧约呢 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的 所以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 诗篇的原文呢 就是希伯来文 所以今天我们看诗篇第46篇 它原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所以当我们要找出日的意思呢 我们就要回到它的原文 就是希伯来文 在希伯来文里面呢 休息这个字呢 原本是Rapha Rapha的意思是什么呢 Rapha的意思是 放松 松弛 松弛 放松 放手 在原文里面呢 它的意思就是坐下 think down 不只是坐下 是把整个人的身体 就是沉在移之上 就是坐下的意思 所以它的含义就是 休息 放松 松弛 放手 还有呢 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停止 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 停止你正在担忧的事情 停止 停下来 就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您才能够好好地坐在椅子上 把整个人放松在椅子上 好好地休息 亲爱的朋友 这节经节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休息 为什么呢 就当你停下来 坐在椅子上 好好地放松自己 好好地休息 你才能够知道 天父上帝是上帝 亲爱的朋友 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每一次坐下来 你才能够知道 上帝是你的上帝 不是 它的意思就是你要停下来 就当你停下来 停下你手中 停下你手中的工作 停下那让你烦恼的事情 停下那你满路的事情 停下让你担忧的思虑 就当你停下这些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你的上帝是谁 亲爱的朋友 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人 他总是把很多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身上 孩子的担子 家里的担子 甚至邻居的担子 他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当我们把很多担子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是在自己做上帝 就当你用意把这些担子放下来 就当你用意停止把担子往自己的身上砍 只有当你用意停止把这些烦恼往自己的身上砍 只有当你用意放下这一切烦恼 这一切担子的时候 您才能够知道 谁才是你的上帝 只有当你停止自己做上帝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才能够知道 谁是你的上帝 亲爱的朋友啊 这就是休息的意思 就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才能够认识 我们才能够晓得 知道 认识 晓得 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啊 亲爱的朋友啊 就当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 就当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孩子们 知道他是我们的上帝 这样上帝的名字 才能够在万万般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被尊崇啊 这节经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不容易休息 不容易停止做上帝 不容易让我们的上帝 耶和华 万君之也华 做上帝的话 那么 基本上 神的名字 也很难被尊崇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的百姓 都不尊崇 他是上帝 何况 是其他人呢 何况是那些 还没有相信他的人呢 更难尊崇他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啊 尊崇上帝 是从我们开始 这些属上帝的子民 这些属上帝的孩子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尊崇上帝 是从我们开始 要如何尊崇上帝呢 就是要休息 停止自己做上帝 让你的上帝来做上帝 停止去砍那些烦恼 去砍那些忧虑 去砍那些担子 把这些都放下来 让你的上帝去担 让你的上帝去砍 让你的上帝来帮助你 这就是休息的意思啊 就当我们用意停下来 上帝他才能够做工 如果我们抓住不放手的话 上帝如何做工呢 就当我们用意停下来 上帝他才能够做工啊 亲爱的朋友啊 这就是这节经节的意思啊 就当你用意休息 用意停下来的时候 你的上帝 他才能够做工啊 亲爱的朋友啊 当你用意休息 用意停下来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知道 你的上帝 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 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 这一位神啊 圣经四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 告诉我们说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啊 这里只有当你用意 只有当你用意停下来的时候 停止继续做上帝 停止继续砍那些忧虑烦恼 砍那些当子的时候 只有当你用意停下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认识到 原来天父上帝 他是你的避难所 他是你的力量 你的帮助法 就当你用意停下来 让上帝做你的上帝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 他是你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什么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呢 患难 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那些让你 你所遇到的困难 Trouble 患难的原文就是 你所遇到的问题 你所遇到的困难 那些让你烦恼的 让你有压力的 让你焦虑的 那些 压抑着你的 那些令你非常害怕 恐惧的 这些都是患难 亲爱的朋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时刻 我们的国家 很多的人民 都在这个患难当中 都在这个焦虑当中 都在这个忧郁当中 都在这个担忧忧虑里面 我们忧虑什么呢 我们焦虑什么呢 我们担心什么呢 我们就是在担心 新冠肺炎 我们担心新冠肺炎 不断的在增加 这几天我们看到 那个案例 不断的在增加 而且是一天 比一天增加的还要多 我们心中不免 开始担心 开始忧虑 我们很担心 情况开始失控 我们很担心 新冠肺炎 会在我们国家爆发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患难 然而 就算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 就算这个患难压到我们 透不过气来 这个问题 给我们很大的忧虑 很大的担心 很大的烦恼 很大的紧张 甚至我们一直不懂 要如何的去面对 如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亲爱的朋友啊 不管这个问题多大 不管这个困难多大 多难解决 圣经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你要知道你的上帝 祂是你的避难所 祂是你的力量 祂是你随时的帮助 什么是随时的帮助呢 随时的帮助就是天父上帝 祂随时的帮助 祂随时随时随地都在那里 准备好 帮助你 随时帮你 stand by 或者是24小时 on call 祂就在你旁边 从来没有离开你 随时准备好 帮助你 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祂就立刻帮助你 因为祂就在你旁边 祂要帮助你 亲爱的朋友啊 今天不管你所遇到的问题有多大 你所遇到的困难有多大 你都要知道 你的天父上帝 祂是你随时的帮助 祂是你的避难所 祂是你的力量 不管这个患难 这个困难 这个焦虑 这个烦恼 这个忧郁 这个压力 怎么样把你压到透不过去来 你要记住 你的天父上帝 祂是你的避难所 祂是你的力量 祂是你随时的帮助 只要你用意呼叫祂 祂就一定帮助你 亲爱的朋友啊 在我的大女儿还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她 天父上帝是祂随时的帮助 爸爸妈妈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 很常的时候也不能立刻 就出现在她的旁边来帮助她 但是天父上帝 却是随时都在她的旁边 随时随刻 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她的旁边 在她遇到问题的时候 只要她祷告 只要她呼求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就一定立刻帮助她 她学到这个功课 所以在她考试的时候 当她不会做的时候 她就祷告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真的就帮助她 教导她怎么回答考试的题目 亲爱的朋友啊 父母也不能随时在孩子的身边 因为时间空间的限制 在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立刻就出现在她的身边 但是感谢天父上帝 因为他们有一位天父上帝 可以随时在他们身边 帮助他们 保护他们 给他们力量 给他们智慧 给他们需要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这也是我在教会里面 一直教导弟兄姐妹的 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说 你的牧师也不能随时都出现在你身边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也不能随时出现在你身边 他到你那里的时候 至少也要驾车一段时间 可能20分钟 30分钟 才能够在你的身边 来帮助你 来帮你祷告 在半夜的时候 那就更不能随时在你身边啊 但是呢 你要记住 天父上帝 他能够随时在你的身边 你的耶稣能够随时在你的身边 保护你啊 所以亲爱的朋友啊 我一再地告诉弟兄姐妹们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你的牧师他不是上帝 他不是耶稣 他不能随时在你的身边 帮助你啊 但是你的上帝 你的耶稣 他能够随时在你的身边 帮助你 所以这段时间 行动管制令 14天 我们做牧师的 不能去探访 不能去为弟兄姐妹们 祷告 但是 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很早就学到这个功课了 只有天父上帝 只有耶稣 才是他们随时的 帮助 虽然牧师现在不能到他们的身边 帮他们祷告 服侍他们 帮助他们 但是 他们的耶稣 他们的上帝 能够随时随刻 就在他们的身边 来帮助他们 亲爱的朋友啊 这就是随时的帮助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放心 你可以休息 你可以放松 你可以停止烦恼 忧虑 停止把这些单子 往自己的身上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天父上帝 祂是你随时的帮助啊 祂是你随时的帮助 你需要的时候 祂就立刻帮助 亲爱的朋友啊 不要在整天担忧 什么时候会感染上 新冠肺炎的疾病 因为你的上帝 祂是你的避难所 祂是你的力量 这个力量在原文是保护的意思啊 祂随时都在保护你啊 亲爱的朋友啊 什么时候担心 什么时候忧虑的时候 赶快来祷告 赶快来呼叫上帝 赶快来 诵读这节经节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是我的避难所 放下你的名字 放进你的名字 天父上帝 比如我的名字是 陈梅清 就是说 天父上帝 是陈梅清的避难所 是陈梅清的力量 是陈梅清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啊 亲爱的朋友啊 记住了 不要整天活在忧虑担心里面 不要整天把班子都往自己的身上砍 这段时间不要整天担忧自己什么时候会感染上新冠肺炎 相反的 时时刻刻相信 时时刻刻的思想 时时刻刻的晓得 你的天父上帝 祂是你的避难所 祂是你的力量 祂是你的保护 祂是你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啊 所以亲爱的朋友啊 就算地改变 山洞洋到海星 其中的水虽然 喷轰翻腾 山水因海战而战斗 我们也不需要害怕 这两节经节的意思就是 天翻地覆 地动山摇 就算天翻地覆 地动山摇的情况 我们也不需要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天父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保护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就算在天翻地覆 地动山摇的时刻 你还可以躲在 你的天父上帝里 因为祂是你的避难所 祂是坚固的堡壘 祂可以保护你 就像当初 当洪水淹盖全地的时候 罗亚一家 在翻周里 是何等的安全 是何等的平安 天父上帝 就是你的避难所 耶稣就是你的翻周 在祂里面 你是何等的安全 何等的平安 圣经告诉我们说 诗篇第46篇 四到五节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是上帝的城 欢喜 这城就是 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上帝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上帝必帮助 这城 亲爱的朋友 这节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有上帝的帮助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害怕 有上帝的帮助 城市 国家 也不需要担心害怕 有一道河 河 这河的分叉是上帝的城 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河的意思是什么呢 河的意思就是 有水在河里面流 水在圣经里面 可以有很多的意思 它可以代表上帝的道 它也可以代表生命 它可以代表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滋润 上帝的帮助 简单地来说 有上帝的道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生命 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供应 那么 城 一座城市 就可以欢喜 可是呢 你要记住 这个城要如何才能够有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生命 上帝的道呢 除非 这个城市 用于让上帝 居住在里面 只有当上帝居住在 这座城市里面的时候呢 这座城市 才能够有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道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大能 上帝奇妙的作为呀 亲爱的朋友啊 你的城市 有上帝居住在其中吗 这个城市 可以是你的家庭 你的教会 你的社区 或者 你所居住的城市 也可以是 你的州属 你的国家 你的城市 有上帝在其中吗 如果有上帝在其中的话呢 城必不动摇 如果你的家 有上帝在其中的话呢 那么 你的家 就必不动摇 如果你的经济 有上帝在其中的话呢 有上帝的供应和帮助 你的经济 就必不动摇 如果你的教会 有上帝在其中的话呢 你的教会 就必不动摇 如果你的社区 你的城市 你的国家 有上帝在其中的话呢 你的社区 你的城市 你的国家 也必不动摇 不管遇到多大的问题 多大的困难 多大的挑战 时间一到 上帝就会触手 帮助你 帮助你 帮助你的城市 到天一亮 上帝必帮助 这城 时间一到 上帝就立刻 帮助 这个城市 亲爱的朋友 上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到 上帝是你随时的 帮助 在你有需要 帮助的时候 他就立刻 帮助你 接下来的这段经文 就让我们看到说 上帝不只是你 随时的帮助 他也是你 城市的帮助 你的城市 可以是你的家庭 你的经济 你的教会 你的社区 你的城市 你所居住的城市 你的国家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用一烂 上帝来做完的时候 死后一到 上帝就会触手 帮助我们 不管我们遇到的困难 问题有多大 我们的城市 遭遇多大的挑战 多大的威胁 神的死后一到 他就要触手 帮助我们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我们 现在所面对的情况 我们就像 处在黑暗里面 我们的国家 就像处在黑暗里面 这个黑暗 就是新冠肺炎的威胁 不但是健康的威胁 生命的威胁 也包括经济的威胁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黑暗 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当我们用一烂 上帝来 当我们用一烂 上帝来我们的国家 做完的时候 这个黑暗 很快就会过去了 天很快就亮了 上帝要帮助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城市 必不动摇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欢迎 让我们一起来 让上帝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城市做完 当上帝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城市 做完掌权的时候 当上帝一触手的时候 黑暗过去 天就亮了 我们就进入黎明 进入光明里面 我们的问题就会解决了 我们的困难就会解决了 我们会进入新的光明里面 新的祝福里面 新的领域里面 我们的国家会迎向 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当我们用意 让上帝来做完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啊 不止你的生命 需要上帝来做完 你的城市 也就是你的家庭 你的经济 你的工作 你的教会 你的社区 你所居住的城市 周末 周末 国家都需要上帝 来做完 当上帝来做完的时候 我们的城市 必不动摇 就算在黑暗里 很快 天也要亮了 上帝要帮助我们 亲爱的朋友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能够安静下来 能够休息下来 能够停止忧虑 烦恼 担心 焦虑 能够再 能够好好的坐下来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安静 因为 满君之焰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啊 亲爱的朋友啊 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有上帝做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我们可以很放心的 安静下来 平静下来 在他里面 休息 停止忧虑 烦恼 焦虑 去砍各样的担子 放下 交给耶稣 让他为你砍 把一切的忧虑 烦恼 焦虑 交给他 相信他与你同在 相信他是你的避难所 他是你的帮助 他是你的保护 他是你的力量 他是你随时的 帮助啊 亲爱的朋友啊 这就是圣经 四篇四十六篇十节的意思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必在外班中被遵从 在遍地上也被遵从 亲爱的朋友啊 这十四天的行动管制令 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 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问题 却能够更好地解决 当我们用意休息 待在家里的时候 困难 反而更容易解决啊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十四天的行动管制令 因为这十四天里面 当我们待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就是最大化 社区疏离 什么是社区疏离呢 社区疏离 英文叫做 Social distancing 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发现到 当我们实施社区疏离 也就是Social distancing的时候 是非常可以非常有效地 制止新冠肺炎 COVID-19 这张图表是由 马来亚大学的一个副教授 Dr. Raf Zah Ahmad Zaki 所准备的一个图表 所发表的一个图表 从这个图表里面 你就能够看到 社交疏离 Social distancing的重要 如果没有社交疏离的话呢 你看到了吗 这个新冠肺炎的疾病 可以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但是 当疏离 Social distancing 就是保持至少两个公尺的距离的时候呢 这个新冠肺炎的传播 列就是 Change Change of Transmission 传播列就断了 就在这里断了 因着社交疏离 Social distancing 新冠肺炎的传播列断了 Change of Transmission 在这里就断了 亲爱的朋友啊 14天的行动管制令 要我们待在家里 就是要最大化的社交疏离 当你待在家里的时候 什么都不做 却反而搬了最大的马 看到了吗 当你待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什么都不做 反而却搬了最大的马 可以去制止新冠肺炎的传播啊 亲爱的朋友 你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的经历就很好的 很好的 很正确的 很好的诠释了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天父上帝是上帝 我们现在的经历很完美的诠释了 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却能够解决 当我们不用意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反而会更大 更难解决 当我们用意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反而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不用意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反而更难解决 甚至还会更加的严重 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情况 如果你不用意待在家里的话 那新冠疫情 这个肺炎 新冠疫情就更难解决 但是你用意在这14天里面 乖乖的待在家里的时候 你就是办了一个大忙啊 这个新冠疫情 却能够制止 甚至慢慢的可以解决 当我们停止 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上帝却在做工 所以我们的问题能够解决 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上帝在做工 所以我们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同样的 在这14天里面 当我们待在家里的时候 那些在前线的军警人员 那些在前线的医疗人员 医务人员 他们都在很努力的奋斗 他们都在很努力的做工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卫生部 就发出了这个海盗 告诉我们说 山鱼的海盗 有英语 有马来文 有中文 告诉我们说 这些医务人员 他们待在家里 他们待在医院 不好意思 讲错 这些医务人员 他们待在医院 照顾我们的健康 而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百姓 这些人民 当我们愿意乖乖待在家里的时候 就是在减轻他们的负担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待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照顾 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们可以更好地照顾那些不幸 感染上新冠肺炎的人 所以当我们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他们却在工作 当我们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砍断 这个传播链 就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他们在医院做工的时候 只需要医治那些已经被感染的 只需要去照顾 那些已经被感染的 他们的工作负担 就大大地减轻了 他们继续地工作 组而组织慢慢地 新冠肺炎 新冠疫情就能够被制止 甚至这个疾病 能够得到解决 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用意待在家里 你就是帮他们一个 最大的忙 当我们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他们在努力地工作 所以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我说的 在这段时间 我们所经历的 非常的完美 诠释了 诗篇第46篇第10节的意思 当我们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这些医务人员 军警人员 很努力地做工 去解决新冠肺炎的问题 新冠肺炎的疫情 当我们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我们是帮了最大的忙 因为我们可以制止 有效地砍断传播链 有效地砍断新冠肺炎的传播链 这就有效地制止了 新冠肺炎的疫情 继续地扩散 亲爱的朋友 你待在家里休息 就是最大的帮忙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这节经节的意思 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 反而能够解决 当我们不愿意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 当你用于休息 用于停止自己做上帝 让上帝做你的上帝的时候 不管你遇到的问题多大 上帝他都能够帮你解决 所以亲爱的朋友 停止忧虑 停止烦恼 停止把单子往自己的身上看 放下这一切 停止做上帝 好好地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放松自己 休息 让你的上帝做上帝 让你的上帝来帮助你 这样 不管你遇到的问题 困难有多大 你的上帝 他都能够帮助你 解决 亲爱的朋友 因为你的天父上帝 他是万君治耶和华 他与你同在 雅各的上帝 他是你的避难所 不但如此 我们也要祷告 万君治耶和华 与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民同在 雅各的上帝 成为我们国家人民的避难所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刻 我们非常地感谢你 你圣经的话语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你与我们同在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是我们的帮助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保护 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休息 我们可以安静 我们可以烂领来做工 我们可以停止忧虑 烦恼 焦虑 停止把单子往自己的身上砍 因为我们知道 你是上帝 我们不是上帝 我们要停止做上帝了 我们要让你来做上帝 当我们停止做上帝 让你来做上帝的时候 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困难挑战 威胁 不管有多大多难 你都能够解决 天父上帝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现在也遇到了很大的患难 就是新冠肺炎的威胁 用你来拯救我们的国家 我们用意让你来做完 我们用意让你来到我们的城市 来到我们的国家做完 我们用意让你 我们用意来依靠你 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国家 天父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拯救我们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毒害的疾病 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瘟疫 天父上帝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国家同在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